各位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斜向抛射的应用题目 这一题它是说,用53度的仰角斜向抛射 在第4秒和第8秒时通过同样高度的A和B 同样高度的A和B 请问,第一个,球飞行的时间 好,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呢 在千直方向上,这个前半段跟后半段 就是相当于在千直方向上就是千直上抛 然后再从最高点进直落回 那它花的时间会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从A到最高点和从最高点到B 花的时间一样 那从最初到最高和从最高到地面 花的时间也一样 所以从初发点到A和从B回到C 时间也会一样 时间也会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写这样子 初发点到A的时间就等于从B回到落地的时间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从初发点到A就是4秒 这个是题目说的 从T等于初发点是10克为0 A点是10克为4 所以从初发点0 或是说O 从初发点O到A就跟从B回到地面C 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4秒 那再考虑到全程 全程就是从O到A到B 再从B到C 那从O到B的话 题目已经说了就是8秒 题目已经说从O开始算 初发点开始算是第0秒 到B点是第8秒 所以从O到B是花了8秒 然后再从B到C 又跟从O到A是一样是4秒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8加4 就是12 8加4就是12 这个解题关键这个也还蛮不错的 它可以记起来 就是同样高度的情况 如果我们知道经过第一个点的时刻 和知道经过第二个点的时刻 那这两个时刻加起来 就会是全程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是12 再来知道了秒数 那要求初速和最大高度就很简单了 第二个 求初速 那我们可以知道 初速 它的飞行时间是由它的高度决定 飞行时间 由初速决定 由初速决定 然后飞到最高点的时间 就会是 G然后乘上 上升 上升到最高点的话的时间 那就是10再去乘上 总共12秒 所以一半就是6秒 那所以结果就是60 它的初速牵直方向是60 可是呢 这时候还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 它问的是初速 不是Y分量而已 那我们要稍微 稍微画一下 画在这里好了 好 那它要的是这个蓝色的 蓝色的V 它这个角度是53度 那我们这个算出来的是V0Y 这里算出来是 它花6秒飞到最高点 所以它的初速就是60 Y方向的初速 代号写清楚一点 好所以 Y方向的初速是60 那水平方向的初速 根据这个关系 就是 4比3 对不对 因为这里53度 所以4比3 那X方向就是45 那 它要求的这个蓝色的 就会是75 所以第二体答案是75 那第三体也是很容易的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算这个 它上升的最大高度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就是 5乘上6的平方 所以是 636 上升 180 那或是说第二种做法的话 也可以 用 V0Y 除以2G V0Y平方除以2G 那就是 60的平方 去除上20 那也一样 是 36除以20 一样是180 所以这一体它的主要的概念就是 运用对称性 运用对称性 它的前半段跟后半段时间上是有对称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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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